你好,欢迎来到Marco Polo Mandarin,我是中文老师Becky 由于新冠肺炎的影响,我已经在我的家乡,中国南方的这个小农村住了三个多月了 那因为啊,现在我也只有网上的学生,我还会在这个农村再住两个月 现在新冠肺炎在外国越来越严重,这也让我们很多同学开始紧张起来 但是啊,中国人常说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那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些我们很长时间以前就想做 但是又一直没有时间做的事呢 那我很高兴看到在YouTube上很多同学留言说自己正在准备今年下半年的HSK考试 也希望我能够提供一些高级HSK的学习资料 在2010年,我刚开始教外国人中文的时候 我的90%以上的学生几乎都是初学者 那我真的很高兴看到现在有这么多同学中文都那么好 虽然我已经教了11年中文了,但是啊,我的资料其实非常非常的散 有的在Facebook,有的在YouTube,有的又在Udemy,有的在我的办公室 所以呢,这样可能同学们找资料的时候就很不方便 所以在过去的两三个星期,我也是一边跟着YouTube学习 一边重新做了我的博客 我想把我所有的资料都放在一起 放在我这个新的博客 macopolarmandering.com上 这样呢,同学们找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包括我在这个YouTube频道,使用的所有的PPT 我也会持续的更新上来 那好,下面我就给你们介绍一下我这个新的博客 那这个呢,就是我的博客 macopolarmandering.com 那我将会把我所有的资料放在这个博客里 我会持续的更新 那来到这个博客呢,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Homepage 在这里呢,我放的是这个slider,我放的是我认为对你很有用的一些介绍的东西 那比如说这一篇文章就是今年也就是2020年的HSK考试的安排 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在中国做生意的商务礼仪 好,然后这个呢,是我的商务中文的安排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介绍我也会放进来 你可以分别点击这个read all 可以看到整篇文章 好,那在这个部分呢,我是按照我的课程的内容分类的 我的课程呢,主要是分为商务中文HSK和综合汉语 那我也分别把这些内容的学习资料放在这里 那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我把鼠标放到这里 这个就会有关于商务中文的一些资料 然后如果我把鼠标放到HSK这里,那HSK的资料就出来了 关于HSK,大家都知道我已经在YouTube上更新了快200个视频了 好,那这些视频的PPT我也会放在这个地方 那欢迎大家来下载和学习 然后关于这个Integrity Chinese可能就比较灵活 那这些呢,是我认为对大家比较有用的一些 可以作为中文学习的资料 也可以是中国的新闻,那我都会放在这里 好,如果你喜欢我的博客的话呢,那就欢迎订阅 因为如果你订阅了,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我的更新的内容 那下面呢,这里是在这个Category的这个地方 你可以根据你的中文水平选择适合你的学习内容 那你点进去都会看到相关的等级的一个博客 那比如说这个Up Intermediate进去了以后 Up Intermediate这里就有所有的关于 在这个水平的一些中文的文章 然后这个数字呢,是我更新的 这个数字,因为这个博客比较新 所以可能现在还比较少 那我会加快更新的速度 然后这个Tabs呢,是一些学习的内容 比如说文化,然后这个是语法 然后这个是阅读 那你也可以根据你喜欢的内容选择学习 然后这个呢,是我有更新的日期 也欢迎大家监督我 如果我忘了更新,那大家就告诉我 你快一点更新,快一点更新 因为我有时候有点懒 然后我喜欢做的东西也比较多 所以呢,可能我就忘了来这里更新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提醒我 好了,下面的Testimonial呢 是我以前的一些学生对我写的 那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你也可以在Chip the Wiser上可以看见 因为我这些学生呢 他们都是从不同的国家 来到中国的桂林阳朔 跟我学习中文的 当然也有一些学生 是在网上跟我学习了很多年的 好,那关于这个博客呢 我觉得我就介绍到这 当然如果你喜欢我的博客呢 也欢迎你把我的博客 介绍给你正在学习中文的 同学和朋友 当然如果你想更进一步的 加快你的学习的步伐呢 也欢迎你报读我的课程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 那好了,我的介绍就到这 谢谢你们